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严实良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做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十五课的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例四 例四 他首先给的题杆是 这个问题是日本 然后是他国家的新国问题 之后 他把这个题杆改成了 再说一遍 通过这个题目 大家会发现 他所考察就是 这个句型 那么 这个句型 我们在讲解文法时也讲过 它的理解就可以断开两部分来理解 飲み就和だけ的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限定 仅仅只有的意思 那么对应到后面的ならず的话 它就是ではない ではなく的意思 所以飲みならず就和だけでなく 这个句型意思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仅前向而且后向 那么这句话它连起来的含义就是 但是 这个高龄化问题不仅是日本 在其他国家也能看到的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题杆给的是 この漫画は 後面是子供 然后再是大人にも人気がある 那么 首先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 该如何用飲みならず 这个句型来改写这个句话呢 那么 最後答案应该是 この漫画は子供飲みならず 大人にも人気がある 再说一遍 この漫画は子供飲みならず 大人にも人気がある 要是 这幅漫画不仅是含义字 在大人当中也非常有人际 这个含义 来看一下第二题 题杆给的是 前面是 部活を続けることは 部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团活动 对吧 然后 コア当中是 友達ができる 后面给的是 人体力も鍛えらえる 那么 也请你各位同学自己先练习一下 那么 这次答案应该是 部活を続けることは 友達ができるのみならず 人体力も鍛えられる 我再说一遍 部活を続けることは 友達ができるのみならず 人体力も鍛えられる 他表示 不断的一直持续进行社团活动 这个事情 不仅可以交到朋友 而且可以锻炼忍耐能力 好 来看一下第三题 題材是 この商品は 口号 品質がいい 然后 後面是 値段も安い 那么 也请你个同学自己思考一下 该如何来改写呢 那么 这样的题目的答案应该是 この商品は 品質がいいのみならず 値段も安い 再说一遍 この商品は 品質がいいのみならず 値段も安い 对地球很好 然后 健康にもいい 对健康也很好 那么 各位同学自己先練習一下 那么 最後答案应该是 自転車で出勤することは 地球に優しいのみならず 健康にもいい 那 再说一遍 自転車で出勤することは 地球に優しいのみならず 健康にもいい 就是 乞自転車上班 这个事情 不仅对地球很好 对健康也很好 这个含义 然后 来看一下第五题 前面给的是 田中先生には 後面呢 これは当时 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ただく 後面再是 生活面でもいろいろと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那么 各位同学 自己先用 飲みならず 这个剧情来感谢一下 那么 次の大事件是 田中先生には 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ただく のみならず 生活の面でも いろいろと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再说一遍 田中先生には 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ただく のみならず 生活の面でも いろいろと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表示 田中老师啊 不仅教了我日語 而在生活方面呢 也關照了我许多 這個含义 所以 利四 他整個題目考的就是 不仅而且 のみならず 這個剧情用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題 東昂給出了前後兩個部分 前面是 上司や関係者の合意を取り付ける 後面呢 給的是 決算に回す 然後他把這兩個部分呢 合併成了 上司や関係者の合意を取り付けた上で 決算に回す 再說一遍 上司や関係者の合意を取り付けた上で 決算に回す 通過這個例句 大家會發現 他所考察就是 他 ゆえで 這個剧情的用法 那麼 ゆえで有兩個用法 如果跟在動詞 他形後面的話 他表示 在做了前向動作的基礎之上呢 在做後向 那如果跟在前面動詞 是圓形的後面的話呢 他是表示 在某方面的意思 所以 接下來請各位同學 用ゆえで這個剧情 來改寫 下面五道題目啊 好 來看一下第一題 前面給的是 管理資料を調べる 後面呢 是 レポートを書き上げた 那麼 該如何用ゆえで 來改寫呢 那麼正確答案就應該是 關連資料を調べた上で レポートを書き上げた 那再說一遍 關連資料を調べた上で レポートを書き上げた 那是 在調查了相關資料的基礎之上呢 把報告寫成了 這樣的含義 好 來看一下第二題 前面給的是 現場の状況を確認する 後面呢 是 対策を立てる 那麼各位同意思考一下 該如何來改寫這句話呢 那麼正確答案應該是 現場の状況を確認した上で 対策を立てる 再說一遍 現場の状況を確認した上で 対策を立てる 表示 在確認了現場狀況的基礎之上呢 我們來建立對策 這樣的含義 好 來看一下第三題 前面給的是 相手の図語を聞く 後面呢 是 打ち合わせの道を決める 那麼 也先請各位同學自己用 上で這個句型 來開始一下 那麼 最後答案應該是 相手の図語を聞いた上で 打ち合わせの日時を決める 再說一遍 相手の図語を聞いた上で 打ち合わせの日時を決める 表示 在問了對方的這個情況 方不方便的基礎之上呢 我們再來決定 商量的日程 好 看一下第四題 前面給的是 数字の時計に間違いがないか確認する 後面呢 是 企画書を提出する 那麼 也請你各位同學自己練習一下 那麼 最後答案應該是 数字の時計に間違いがないか確認した上で 企画書を提出する 再說一遍 数字の時計に間違いがないか確認した上で 企画書を提出する 表示 在確認了 統計数字當中 数字統計當中 有沒有錯誤的基礎之上呢 再把這個企画書給交上去 好 看一下第五題 前面給的是 お客さんの要望や予算を聞く 後面呢 是 見積書を作成する 那麼 也請你各位同學自己用 ウエデイ這個句型 把這句話開寫了 那麼 最後答案應該是 お客さんの要望や予算を聞いた上で 見積書を作成する 再說一遍 お客さんの要望や予算を聞いた上で 見積書を作成する 表示 在聽了 在問了 客人的 要求和予算的基礎之上呢 我再來製作一張爆炸單 這樣子 所以 第五題 他考察就是 在做了前上動作的基礎之上 做後向的 ラニナシタウエデ 這個句型的用法 好 來看一下第六題 第六題是個繪畫題 看一下 首先A1000說 あの 課長 この資料 明天上午提交可以嗎 課長 這個資料明天上午提交可以嗎 然後課長怎麼說呀 前期の売上数字に気になるところがあって 教授に見ておかないとね なるべく早期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 在 上一期的 銷售數字當中呢 有一些我 非常很在意的地方 所以呢 我想在今天當中把它看完 能不能快點幫我做完呀 這個意思 那麼 因為是繪畫練習 所以比較簡單 我們只要把下面的 一二三到題目給 帶進去就可以了 對吧 來看一下第一題 結果是 明天朝一時 それを持って 取先に行くから 那麼 新一科同學 把這句話 帶入到立文當中 來練習一下 正確的案件是 あの 課長 那麼 この資料 明天朝の午前中に提出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嗯 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が気になるから 教授に見ておかないとね なるべく早く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 好 好 來看一下第三題 題目是 いつか いつか修正したいところがあって 我有好幾個想修正的地方 那麼 正確に見ておかないとね なるべく早く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 這樣一個說法 好 這樣我們看一下 第七題 第七題 同樣是一道 繪畫的練習 首先A先說 わりけど きゅわざんきゅしてそれを終わらせてくれる 實在不好意思 今天你能不能加班一下 把這個給我弄完呢 然後B就回答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那麼 同樣的 我們只要把 1 2 3 4 5 這五道題目直接代入到橫線當中 去替換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会議時間の変更 通知大家 會議時間的變更 那麼 請各位同學自己代入練習一下 那麼 那麼這個答案應該是 悪いけど 待議時間の変更を みんなに知らせてくれる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那第二題 この書類 もう一度チェックする 再次出演一下這個文件 那麼先請各位同學自己 代入例子練習一下 那麼這次答案應該是 悪いけど この書類 もう一度チェックしてくれる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好 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一題 次答案應該是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を予約する 要預約一下 飛機票 那麼應該怎麼說呢 那麼次答案應該是 悪いけど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を予約してくれる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好 看一下第四題 題開始 是 今 すぐこの資料を翻訳する 現在 趕緊把這個資料 翻譯出來 那麼請各位同學自己 先練習一下 這段的對話 那麼 最後的安全感是 悪いけど 今 すぐこの資料を翻訳してくれる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好 看一下 最後第五題 会議の議事録を起る 那麼 要 寄送一下 這個會議的這個 計程 對吧 那麼 應該怎麼來說呢 好 我打了一遍 噴嚏 誰 突然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 噢 我打了一遍 噴嚏 誰突然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 噢 噢 根本都不幫我誰 這一個噴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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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到最後了 我就想把第五題講一下 要寄送給你 要寄送這個會議的整個的一個紀錄 對吧 那麼應該怎麼到裡面去練習這個會話呢 那麼這個答案應該是 悪いけど 会議の議事録を送ってくれる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這個形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 詞彙和文法的選擇練習 來看一下 第一集 心理善意のために 関係界を 一 促す 二 行う 三 起こす 四 伺う 大家思考一下 這樣你們應該選擇呢 那麼這個答案應該是 二 二 行う 新入賽のために 関係界を行う 表示 為了進入社員 我們要舉行一個歡迎會 這個意思 好 來看一下第二題 一つのチームは何々が固い 一 結束 二 集団 三 所属 四 把握 五 俩 里のチームは結束が固い 可是 我们的队伍啊 这个团结能 团结力量是非常的坚固的 好 来看一下第三题 この企画書は 教授にないな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打ち上げ 2.申し上げ 3.引き上げ 4.仕上げ 那么正确答应应该是 4.この企画書は 教授に仕上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表示 这个企画書啊 必须在今天当中完成 这个含义 来看一下第四题 日本文化に対する 理解を何々ために いろいろな本を読んだ 1.深める 2.諦める 3.強める 4.認める 那么照听应该宣示 1.深める 日本文化に対する理解を深めるために いろいろな本を読んだ 表示 为了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所以我读了很多书 然后第五题 観光事業の開発は 松の発展を成功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開始 2.行う 3.伴う 4.促す 大使考人应该宣示 答应应该是 4.読んだ ういながす 各校事業の開発は 松の発展をういながすことができる 表示 観光事業的開発 可以促進 整个城鎮的发展 这个含意 好 来看一下 第六题 先生は進路について 私たちを内内に指導してくれた 1.少々 2.時々 3.ここ 4.様々 3.ここ 先生は進路について 私たちをここに指導してくれた 表示 老师呢 关于将来这个出路 一个一个的在指導我们 逐个的指導 第七题 会社は売上だけを求めてはいけない 品質と信用を何々にべきだ 1.感じる 2.通じる 3.存じる 4.思うじる 4.おもんじる 会社は売上だけを求めてはいけない 公司呢 不能只追求 營業額 这件事情 对吧 品質と信用を おもんじる べきだ 应该重視 品質和信用 好 来看一下 第八题 この本は何々読み終わった 1.ほど 3.に ほぼ 3.どうも 4.いつも 5.つも 那么次の題目 2.ほぼ この本はほぼ読み終わった 表示 这本書 基本上都读完了 好 来看一下第九题 今月の売上目標は なかなかないないできない 1.完成 2.達成 3.作成 4.促成 那么这个答案应该是 2.達成 今月の売上目標は なかなか達成できない 表示 这个月的消失目標 怎么样也答不成的意思 好 看一下第十题 新製品の開発は スムーズにスンデリー表示 新产品的开发 正在稳步的推進当中 非常顺利的进行当中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语法的排序选择题 第一题 Hawaii では 何々を楽しめる 选上 1.通じて 2.開始よく 3.5.4.一年 正確順序选择を楽しめる 要是 在夏威夷一整年 都可以享受寒雪運 这意思 好 看一下第二题 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ことで 何々もできる 1.友達 2.お金を 3.飲みならず 4.もらう 那么正確順序选择 应该是 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ことで お金をもらう 飲みならず 友達もできる 这个意思 它表示 通過打工呢 不单单可以获得钱 同时也可以交到朋友 这个含义 好 第三题 よく考えた上で 何々を決めたい 1.どうか 2.手術を 3.受ける 4.か 那么次の答案は よく考えた上で 手術を 受けるかどうかを決めたい 表示 我想啊 在好好思考的基础之上 再来决定 要不要接受手术 第四题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 チーム全員の何々にできない 1.にわ 2.努力 3.成功 4.抜き 那么次の答案は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チーム全員の努力に成功できない 表示 这个项目 要是没有团队全員的努力的话 是没法成功的 好 看一下 さくらをはじめとするさまざまな花が咲き始める 表示 一到春天 以櫻花为代表的各种花 就开始盛開了 好 那么第15課内容呢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将进入第16課的学习 中文字幕提供